启示六第二章 你也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並不罰倦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那裡聚落的 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裡 把你的登台從遠處挪去 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惡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為 這也是我所恨惡的 聖靈向宗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義的就應當停 得性的我必將神樂園終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 你要寫信給師妹拿教會的使者說 那首先的 末後的 死過又活的說 我知道你的患難 你的貧窮 你卻是附足的 也知道那自稱是猶太人所說的偉胖話 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 乃是撒旦一會的人 你將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 叫你們被試煉 你們必受患難十日 你無要致死忠心 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 聖靈向宗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義的就應當停 得性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你要寫信給別加摩教會的使者說 哪有兩人利劍的說 我知道你的居所 就是有撒旦座位之處 當我忠心的見證人 安提帕在你們中間 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殺之時 你還堅守我的命 沒有棄絕我的道 然而 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 因為在你那裡 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 這巴蘭曾教導巴勒 將半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們吃祭偶像之物 行奸淫的事 你那裡也有人照樣服從了尼哥拉一黨人的教訓 所以你當悔改 若不悔改 我就快臨到你那裡 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 聖靈向宗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義的就應當停 得性的 我必將那隱藏的馬那刺給他 並刺他一塊白石 石上寫著生命 除了那領袖的以外 沒有人能認識 你要寫信給推啞推拉 教會的使者說 那眼目如火焰 腳像光明瞳的神之子說 我知道你的行為 愛心 信心 勤勞 忍耐 又知道你末後所行的善事 比起錯所行的更多 然而 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 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 教導我的牧人 引誘他們行奸淫 吃製偶像之物 我曾給他悔改的機會 他卻不肯悔改他的淫行 漢啊 我要叫他病惡在床 那些與他行淫的人 若不悔改所行的 我也要叫他們同受大患難 我又要殺死他的黨類 叫宗教會知道 我是那賊漢人肺腑心腸的 並要照你們的行為報應你們各人 至於你們推啞推拉其餘的人 就是一切不從那教訓 不曉得他們素常所說撒旦深奧之理的人 我告訴你們 我不將別的淡子放在你們身上 但你們已經有的 總要持守 適等到我來 那德性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賜給他權兵制服列國 他必用鐵杖核管他們 將他們如同搖護的瓦器打得粉碎 將我從我父領受的權兵一樣 我又要把神聲賜給他 聖靈向宗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已的 就應當停